耶稣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但当我罪于忧愁 全辈家人平安 欢迎来到十日之历 第二个系列 主题命名为神我的神 盼望透过这个系列 能帮助你对圣经中有关神的属性 有更全面的了解 今天也与大家分享第一讲 神我的天父 你知道神是你的天父吗 外班的宗教不知道 有一位神是在天上的父亲 他们把神描绘为局大 残暴且为人所害怕的 同时我们正处于无父的时代 许多子女在父爱缺席的家庭中成长 父亲的角色形同虚色 无法经历父爱的伟大 今天的讲题 神我的天父 确实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称呼 这个宇宙万物的神 竟然称我们为祂的孩子 祂是我们的天父 其实在圣经的主导文中 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对神的一个新的启示 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认识神 是我们的天父 以福所书一章五节 祂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 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对很多人来说 即使是在教会聚会很多年了 还是很难经历和体会到 神是我们的父亲 总觉得神和人的关系 是那么的遥远 高不可攀 完全没有感受到 神是我们的父亲 有的弟兄姐妹会说 神一直在保佑着我 我做事情很顺利 但如果你没有在个人的生命中 和天父有亲密的交通 那么你对天父的认识 仍然是陌生的 天父怎样对待他的儿女 第一 他类向我们表达他的爱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们看 父赐给我们是怎样的爱 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今天我们不需要靠行为和成就 来赚取他对我们的爱 也不会因为做错事而失去爱 这叫做无条件的爱 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 对信仰有一个偏差的认识 以为你为神做的越多 奉献的越多 神就爱你越多 你如果做的不够多 不够好神就惩罚你 或者害怕自己犯了罪 就失去了救恩 所以基督徒也天天惧怕 甚至在信仰里面惧怕 然而罗马书的信息告诉我们 因为能上帝的灵引领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使你们仍旧惧怕 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世子的灵 使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 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这位神是你的天父 你在天父的怀抱里平静安稳 你不需要害怕 第二 天父内垂听我们的祷告 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 而只向他要饼 防给他石头 要鱼 防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邪恶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 因他是天父 就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如同一个真正的维护者 将他认为最好的赐给我们 而天父 他给我们的赏赐 也比地上的父更加确定了 从今天开始 每当你祷告的时候 四周用阿爸天父 向神祷告 常常提醒自己 他就是爱你的天父 今天就接受天父爱的邀请吧 回家吧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他爱你 他在等着你 他是你的阿爸天父 也是你的全能上帝 耶稣 耶稣 宝贵耶稣 愿我心 心甘坚定 我心甘坚定